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这几天国际上不断传来 让中共当局恼怒和恐惧的消息 先是川普表示将彻底调查 武汉肺炎病毒起源之后 英国的外交大臣代理首相也表示 将协同盟邦针对中共病毒疫情 和以爆发的问题质问中共 我们绝对不能退缩 在这场危机过后 英国和中国的关系已经回不去了 几乎是同时 法国总统也表达了 他对中国处理疫情的怀疑 认为中共处理疫情存在着灰色地带 可以想象 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必须要给他的国民一个负责任的解释 武汉肺炎病毒究竟来自何处 又是怎样大规模传播开的 联合国的秘书长日前也表态 疫情过后必将全面调查追责 或许就是对这种呼声的回应 几天前美国政府和国会已经宣布暂停对世卫组织的资助 并展开对世卫组织的调查 追究武汉肺炎病毒的起源 以及世卫组织在协助中共隐瞒疫情方面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美国国会已经正式要求世卫组织交出相关资料 这一行动被认为是美国开展全球追责行动的第一步 就在这几天 多家的美国媒体聚焦于病毒来源地 以及中共当局在疫情早期是否存在欺瞒等问题 福克斯新闻网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信息报道说 新冠病毒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 美国政府怀疑新冠病毒是因为该所安全措施松懈而意外泄露 非常有意义的事 就是这个问题 福克斯新闻网的记者在白宫当面询问川普 川普则明确表态 美国政府将对关于病毒来源展开非常彻底的调查 随后美国国务卿也再次表态强调 美国知道新冠肺炎病毒的来源自中国武汉 也知道病毒研究所距离海鲜市场不远 中共需要做出澄清 他说我们真的需要中共政府开诚布公 帮助解释这个病毒究竟是如何传播的 显然 关于病毒来源的调查 绝对不单单是美国一个方面关注的 这无疑将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美国外交大臣直言不讳的表示 我们将向中国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 这里涉及的是新冠病毒是怎么爆发的 以及为什么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 澳大利亚的内政部长也表示 中国应就新冠病毒的来源问题加以答复 这位内政部长强调中共有责任基于这些问题 与答复并提供相关信息 以使得人们对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所澄清 这位部长还提到 在美国政府公布了美方就病毒来源问题的 调查结果之后 世界将会改变与中国的来往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 这位部长曾经感染过武汉肺炎 针对国际社会的质问 中共当局想必一定会非常的恼火 胡锡进在他的评论当中说 英国外交大臣的话是在向中国寻衅 是不知天高地厚 昨天国内的参考消息发表了一篇评论 题目是美英法抱团甩锅中国 背后应议需警惕 这篇评论说 西方政客众口一词栽赃中国 凸显欧美对华战略转变苗头 他们力图在某种程度上携手孤立中国 他们为维护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 以后会对中国更加强硬 应该说 欧美对华战略的转变 携手孤立中共 这已经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趋势了 实际上人们都看到了这一点 另外多维网也就这个话题 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两大阵营公开交锋 美英法要求中国交代 新冠疫情爆发真相 这篇文章认为 疫情再次把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 似乎世界又要进入冷战时代了 这篇文章提到 在新冠病毒疫情延烧全球之际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 对新冠病毒的源头有许多质疑 中国则反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产生的 俄罗斯也力挺北京 其实说世界呈现出两大战营交锋的状态 似乎有点夸张 很难说俄罗斯会真正的站在中共这一边 俄罗斯的形势也非常不妙 感染和死亡人数在急剧上升 已经成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了 有很大的可能 俄罗斯也只是想借机敲诈中国 在武汉肺炎疫情上 中共当局的敌人变天下 而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近日一些重要的国际媒体 也就武汉肺炎疫情早期的情况进行调查 而且不断有新的中共内部的文件被披露 美联社近日得到一份内部备忘录 这份文件显示 1月14日 中共的国家卫健委主任 召集了各个省市的卫生官员进行了一个秘密的电话会议 传达习近平等高层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指示 这份备忘录显示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知道病毒有人传染的可能 以及武汉肺炎病毒的疫情正在蔓延 并研判可能会出现大流行 这份备忘录写道 传染病的情况仍然复杂严峻 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的最大的挑战 然而中共当局不仅没有及时的发出警告 反而欺骗民众说 疫情人传人的风险依然很低 是有限度人传人 直到6天之后 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完全失控 中共当局才向公众发出警告 有专家说 如果能早6天采取行动 警告大众采取社交疏离戴口罩 限制出行 确诊病例有可能会减少三分之二 医疗设施也就不会出现严重超负荷的问题 足以避免武汉医疗系统的崩溃 也在这两天 台湾的风传媒也披露了一份 中共国家卫健委的内部文件 这是中共国家卫健委的 1月3日发出的重磅红头文件 这份文件显示 国家卫健委 1月2号之前 已知不明肺炎 是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造成的 这份文件要求 疫情防控期间 任何机构和个人 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检测结果 其实 国内的记者 也对武汉肺炎早期的情况 进行了调查 只是由于国内缺乏新闻自由 很多内幕消息 无法为公众所了解 近日 财新杂志调查记者 萧辉撰起的手记 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这份手记直指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在1月3日 就已经启动了战时动员 按照SARS时期的最高防护级别 建立了发热门诊 隔离病房 中南医院的院长 曾经在2003年 在广州协助对抗SARS 他在今年1月10日 对疫情感到事态严重后 便不断的提醒当地的官员 然而 却被多次批评 政治站位不够 习近平当局 很早就已经知道了 武汉肺炎疫情的存在 然而 他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隐瞒了疫情 对于这个情况 外界早就有所察觉 而这些媒体和记者的努力 让打量的证据浮出了水面 这为追究习近平当局的责任 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持 可以想象 习近平当局一定意识到了 局势对他们是越来越不妙了 有人认为 国际社会可能无法调查清楚 武汉肺炎病毒的来源 因为中共当局 肯定不会真正的合作 尤其是国际上出现了 让中共当局赔偿的声音以后 只是中共当局的隐瞒 和对调查的阻挠 这其实就已经告诉了 国际社会这个真正的答案 毕竟国际舞台的博弈 是靠实力来说话的 在这场博弈当中 中共当局面对的 可并不是美国一个国家 而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强国 这些国家可能无法让中共当局做出巨额赔偿 但是这些国家可以凭借他们的经济和科技实力 迫使中共当局在其他的领域付出代价 就像英国外长所说的 西方国家和中共的关系是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西方国家肯定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中共 甚至不排除 他们会以某种方式和中共谈牌 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 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武汉肺炎病毒起源 以及相关责任的追究 习近平当局一定会用脱皮无赖的方式加以应对 而不可能和他们进行谈判 就在近日 美国媒体报道 中共当局不够1997年签署的停止任何核实报的国际公约 竟然在罗布泊核实验基地进行了低档量的核武实报 罗布泊核武基地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实验基地 中共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在这个地方实报成功的 而在这个特殊的时候 中共当局进行低档量的核武器爆炸实验 这显然是在摆出一份恶棍的姿态来 威胁国际社会 反过来也可以看出 中共当局确实感到了恐惧 而用核爆炸来给自己壮胆 就在前两天 中共的军方也一再发出战争叫嚣 其中 中共的党卫军东部战区 人民前线的文章 丢掉幻想准备打仗 就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就在这篇文章当中 就特别提到了习近平的一段话 我们很长一段时期 都面临重大政治外交安全军事风险 千万不要忘记 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的手段 这个所谓的保底的手段 其实就是在道理上占下风的时候 所使用的手段 在这场异性当中 西方主要国家都付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 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不难想象 他们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 一定会起而不舍的追究 武汉肺炎病毒的起源和相关责任 可以料定 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 中共当局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必然会有一场较量 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想象 这场较量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这场灾难一定会让国际社会 特别是西方国家 意识到中共当局的危险所在 让他们意识到 中共当局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 也是他们的灾难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小明之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